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小朋友们早安晚晚安 我是小明老师 今天的故事要跟他分享 寡妇的两个小钱 寡妇的奉献 这故事是耶稣带着门徒 到做个行走传阳福音 有一天他们进入到了一个会堂 会堂指的就是现在的教会 他们去到那里要来敬拜神 所以有些人去到那边敬拜神之后 他们愿意奉献 什么是奉献呢 奉献就是把我有的献出去 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听到奉献两个字 那到底要奉献是什么 有人奉献金钱 有人奉献时间 有人奉献他的才能 这些都叫奉献 但主耶稣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那一天有很多人在一起奉献 因为当他们听完了神的话语 或者他们来到的教会敬拜神之后 他们知道神的家什么店需要钱 因为毕竟要一起来维持这个圣殿的运作嘛 所以就有人在那边奉献 那这时候呢 排了超长的队伍在奉献的时候 来到了这个奉献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富人很有钱很有钱 有钱人哦 他就奉献钱下去 那因为他们是专在一个 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奉或大的碗 所以当他很多钱的时候 哗哗哗哗哗下去的时候 就听到很多 Kini K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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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就导致很多人就被吸引过去 哇 他真的是有钱人呢 他奉献好多钱给上帝哦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富人的后面 就来了一个寡妇 寡妇的意思就是 没有老公老公死掉了 叫寡妇 那寡妇呢 他没有钱 他只有两个小铜板 也许是两个一块 也许是两个五块 也许是两个十块 他一放下去 叮叮 就没有声音了 大家这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别觉得怎么样啦 只是就会觉得说 哇 前面那个到底头多少 这么有钱 大家也忽略了这个寡妇 但这时候 耶稣看见了这一幕 他跟他的门徒说 请看 门徒说看什么 看刚刚那个有钱人吗 耶稣说不是 看他那个寡妇 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 这个富人呢 他只是把他众多的钱 拿一些钱出来 可是这个寡妇 可能是把他这一阵子 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这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 虽然他没有富人头的多 可是他爱神的心 他也代表了一切 他乐意把他的所有 献给上帝 而耶稣告诉门徒说 喜悦的 神喜悦的是什么 是喜悦那个愿意全心奉献 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什么事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让我们来到的教会 让我们乐意要奉献给上帝 不管是时间 不管是金钱 不管是你的聪明才能 当你来到教会 你帮老师做事 这也是一种奉献 但你不是只是 我有空再说啦 我有钱再给啦 我怎样 不 而是你把这件事 放在你生命当中 很重要 你愿意先做 就不管 就不管 也许只是一块钱 两块钱 可是这是你所有的 甚至这是你 大部分 神看重的是你的心 不是你给的有多少 再讲一次哦 耶稣看重的是你的心 而不是在乎你给的多少 所以耶稣跟门徒讲了 请看之后呢 耶稣还提醒门徒 要把这个写在圣经里面 让人都记得 上帝喜悦的是我们的心 不是我们做多或做少 祝福大家 祝福每个小朋友们 当我们来到教会 或者我们祷告 我们乐意给神 因为神给我们丰盛 我们乐意给神的时候 记得不要给你的小泥头 不要给你说 我有空再说 我是你乐意把最好的 献给神 那跟着小泥老师 一句一句 一句一句 一句去来祷告 让我们把最好的 献给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教导我 你看重的 不是我给了有多少 而是我的心 所以你帮助我 更多爱你 倚靠你 乐意把最好的给你 因为你也是如此对待我 祝福我每一天 更多认识 经历你的大能 也为我周围的祷告 让他们都可以认识你 谢谢耶稣 与我同在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温柔的说 阿们 记得耶稣看中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宝贵的心 还是我们快可以回到实体咯 让我们每次来到教会 都乐意把最好的衣服生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有更多好的活动 要跟你我分享 祝福你们咯 拜拜 哈喽小朋友们 今天香香老师 要带你们做一个 很有趣的点心哦 叫做碰糖 来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韩国的童腕点心 最近小朋友们 可能常常会听到这个名字 虽然你不知道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它非常好玩 也很有趣 然后今天把妈妈 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做 但记得 因为今天有用到火的部分 所以把妈妈 一定要跟着小朋友一起做 才安全哦 好 那我们就正式来开始咯 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有 砂糖20克 每一片碰糖 大概就是20克的砂糖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水 然后还有小猪打粉 非常的少量 这边大概是5克左右 然后我们待会要煮砂糖的小锅子 还有待会要压碰糖的这个有平底的这个锅子 那你可以找呢 就找家中有任何有平面的一个碗 或者是盘子 或者是任何的锅具都可以 然后呢 还有搅拌的筷子 还有这个花勺也预备的 那最后还有这个 就是 就是欧贝纸 待会压碰糖的时候才不会粘连 最后还有三种模型 看大家喜好 自己去选择 好 那我们准备开始咯 首先我们要把20克的糖 砂糖倒进锅子里面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砂糖 稍微腰的平均一点 把它摇平 OK 好 那我们就加入水 那这个水呢 要非常少量的加 因为我们只要轻轻的 就是盖过它 稍稍的浸润 OK 让水分都能够浸湿 每一部分的砂糖 让整个砂糖可以被 完全的浸湿就可以了 OK 看得清楚吗 好 好 现在砂糖豆已经被浸润了 好 我们就开小火 开小小的火 我们要来加热它 那在加热的时候呢 请记住 不要去搅拌它 因为在这个糖水 搅动的状态之下 它反而是不容易会融化 不容易会煮成糖浆的 那我们就让它慢慢慢慢的煮滚 我们等到它煮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有一个温度强的话 你可以这样直接去测温 大概160-170是最好的一个温度状态 但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计的话 可以看它的边缘 只要看到边缘有稍微变成金黄色的 有一点焦糖化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赶快关火 然后离火开始搅拌 哦 有没有看到边缘有一点微微的金黄色了 我们现在去测一下温度 哦 大概170度了 没错 所以你看当边缘开始有点微微的焦化之后 我们就要把火关掉 好 然后就开始搅拌它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小苏打粉 一点点这样 大概是要一点点小苏打粉 加进去 好 然后就要很快速的搅拌它咯 它会变成金黄色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持续的搅拌 直到大泡泡消失为止 大泡泡都消除掉之后 你就可以来倒出来 然后可以来压磨咯 接下来就要来把这个倒出来 记住倒的时候啊 我们尽量是要在这个圆圈的 倒在圆圈的中心点 等到它大概表面上没有在流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压它了 也不能买 哦 OK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趕快来压磨 然后放凉的碰糖已经变硬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取下 放到碗子上了 OK 这就是今天的碰糖咯 然后很简单 但是这过程中有一些小秘诀要还是要注意一下 它才可以制作的算是成功又漂亮 然后小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拿着牙签或者是小叉子 一起来玩这个碰糖的游戏 OK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